南投有一名肉贩上个月剁猪排的时候 不小心把自己左手拇指也给剁断了 他一想到自己的太太四年前 也是被机器碾断了三根手指头 家计的都得靠他一肩扛 就立刻自行加压止血 用塑胶袋包住断纸薄冷 赶快自己开车到台中求诊 终于接回止头了 肉贩陈先生拿着大把菜刀费力直解肉块 手指头还裹着厚厚的纱布 一如往常在菜市场穿梭忙碌 但其实上个月他在剁猪排时 不小心剁断自己的左手拇指 这种猪肉的工作是靠双手在做事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些手指的话 对我的将来 对我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我老婆曾经受伤过 我也不想让她再担心 34岁的陈先生说 四年前老婆生下三胞胎 为了赚钱卖甘蔗汁 却被机器碾断右手三手指 他只好一肩扛下家计 上个月自己工作时却剁断了手指 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四处求诊 最后开着车到台中找到医师 替他动手术 花了三个小时 从骨头肌腱到神经血管 都要完全就是要给他做这个结合术 原来陈先生曾当过义销受过急救训练 懂得加压止血 又以塑胶袋包住指头薄冷 医院用比头发还细的线替他缝合 也让他终于成功接回指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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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